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马斯主义学院的陈文旭。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上有关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讲话内容。 二十大报告不仅在第八部分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进行了专门论述, 其实在开篇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和第二部分开辟马斯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 习近平总书记也系统总结了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已取得的成就, 并对未来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展望。 在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 习近平总书记用了将近1600字进一步聚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社会文明程度,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五个部分, 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进行了专题阐述。 结合二十大报告,今天我准备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总共讲四个问题。 首先说明为什么新时代新征程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进而阐述为什么要坚持马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以及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宁心俱立, 最后谈谈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开幕式指出,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 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文化总是润无细无声地融入经济, 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年和祭。 而中国文化更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演进过程中, 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 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彩众长的文化自信。 可以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因此,没有文化繁荣兴盛,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早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便指出,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对此,二十大报告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增强文化自信, 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心人、新文化、展形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此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文化自信自强,能够更好地增强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 满足人民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因此,我们要坚持马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力, 发展公共文化事业,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要坚持马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二十大报告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意识形态问题关乎旗帜, 关乎道路, 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不能忽视思想的力量, 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 放眼全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各地先后策动了玫瑰革命, 橙色革命, 玉金香革命, 阿拉伯之春, 广场革命等一系列颜色革命, 严重危害世界各国的政治安全。 对此,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新党新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灵魂。 坚持马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根本制度, 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 那么, 为什么要坚持马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呢? 这是由马斯主义理论的性质所决定的。 马斯主义是科学的, 人民的, 实践的, 不断发展的, 开放的理论。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科学如何进步, 马斯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正是因为选择了马斯主义,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了马斯主义, 中国共产党才掌握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 可以说, 马斯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北斗, 只有始终不渝坚持以马斯主义为指导, 才能保证国本永固事业长青。 此外,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必须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尤其要重视网络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 2019年, 新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 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新时代, 互联网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是意识形态交锋最前沿, 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否长期执政, 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对此, 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下面我们谈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宁心俱立? 文化的影响力, 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根本上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 凝聚力, 感召力。 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 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 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 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 56个民族的大国, 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整个民族, 整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 行无依规。 二十大报告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 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接下来, 我们要一起回顾一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过程和内容层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2006年10月, 党的16届六中全会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范畴。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从三个层次进一步凝联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3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就内容而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 讲明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 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 20大报告从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魂育人,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社会治理、日常生活等方面, 给出了具体举措。 接下来, 我们谈第四个问题,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20大报告第八个部分, 除了要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 还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高度, 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中华文化走出去进行了重点阐述。 相较十九大报告所使用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这个提法, 二十大报告将之变更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更加凸显新时代新征程新风貌, 特别强调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 奋斗精神、奉献精神、 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关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问题, 二十大报告同十九大报告一样, 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单列一个二级标题, 进行专门论述。 但是相较于十九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增加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部分内容。 其实早在2022年5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明确到十四五十七末, 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 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到2035年, 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 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关于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问题, 十九大报告虽然同样对此进行论述, 但仅将它作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自标题下的一个具体内容。 而二十大报告则将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单列一个二级标题, 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新征程, 党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决心。 为此, 二十大报告要求,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 立体的、 全面的中国。 这就必然要求不断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 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 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 把陈情和梳理结合起来, 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 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 感召力、 公信力。 此外, 要进一步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重点讲好中国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 中国人民的故事。 以此,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心, 国运心, 文化强, 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自强,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立,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八部分, 就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进行了系统展述和战略安排, 需要我们认真学习, 贯彻, 落实。 以上是我们围绕这部分内容, 从四个方面进行的讲授。 谢谢。 请不吝点赞,